软元 1764 1849 自博元 浩鱼台 雷唐安主 万浩一姓老人 江苏遗址人 乾隆五十四年进世 千后任礼部 兵部 库部 公布 侍郎 山东 浙江学政 浙江 江西 河南 群府 及陶运总督 胡广总督 梁广总督 玉贵总督 与贵总督等职 立乾隆 嘉信 道光三招 提人 格大学士 太父 嗜好文达 他是著作家 刊课家 思想家 在经史 数学 天算 余地 编转 金石 教刊等方面 都有诸 非常高的造诣 备尊 为三朝阁老 九省江城 一代文宗 陆伦 世高能隐 山静乃寿 迅之主名 替此其秀 一山静空 六洞铺透 不凿自通 醉汉莫修 学无语来 言如偏附 须不开坛 垂如低溜 寒彻静连 相传红漏 隐月入侠 西云穿斗 邓区风团 全清十处 仰臂藤锤 磨牙抬秀 连衣古香 桂夷秋寿 朝隐延前 朝阳东友 梁堂北开 高亭东 独出春城 静观清咒 萧兰入怀 夕阳满秀 一日小隐 千年古秀 何人能赴 幸福之旧 顶身季秋 阮元锦书 阮元五十六岁那年 是在桂林过的生日 依清立总督生日 皇上总有刺傻 属下更是要张罗庆贺 队屋皇上的刺傻 阮元当然喜欢爹乐意接受 但队屋属下的庆贺 阮元却尽量回避 以防不证之风由子而生 这次在桂林过生日也不例外 他一对人糟糟地就离开了公牙 来到西郊 � 隐山必受 再隐山 或一眼小气 或延活流 坐一日小隐 公事的暂且放松 是这位总督文新生起 写下 阴山明